我們會先針對短期紓困的方案來做說明 那接下來還會針對這個鷹疫台北市防疫SOP的部分來做說明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黃副市長 大家好早安 我們早上也跟市長開了病電中心的會議 那今天會主要公布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台北市擴大減租跟延租的紓困措施 那主要是針對我們之前的紓困大概是針對所謂的營業用的相關的 市有財產出租的對象 那今天我們會針對住宅的部分 尤其是社宅跟國宅 我們希望在受到疫情衝擊的相關失業的民眾 或者是非自願離職減班休息無薪假 自營作業者還有沒有一定雇主的勞工 如果他還有微型創業者 如果他住在我們的社宅或國宅裡面的話 出租國宅或社宅裡面的話 我們也會提供相關的減租或延租的相關的紓困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財政局長先幫我們做一個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財政局這邊針對我們現在提出的短期九大的紓困措施 那我們這一次再針對就是減租和延租的部分 那我們再提出就是擴大適用的一個對象 那適用的標的就如剛剛黃副市長講的 我們之前是針對營業用的部分 那這一次我們是針對就是本市的出租國宅和社宅的部分 那適用的對象是只要是有因為疫情影響 那有失業那或是減班休息等狀況 那導致他的收入有受到影響的 這個部分的話都可以來跟我們都發局來申請就是減租和延租 那這一次我們也提到 當然其實我們知道說失業和減班休息的狀況其實有蠻多種的 那勞動部中央勞動部這邊其實也一直不斷的在滾動的在修正 就是適用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這邊呢就跟中央統一 就只要是有受到勞動部他的紓困辦法補助的對象的話 那都可以拿這樣子一個證明那來跟我們都發局做一個提出一個申請 那這邊可以申請就是3到5月的租金那可以減租20% 那同時也可以來如果在收入還有經濟上有一些困難的話 那也可以同時跟都發局這邊來申請就是3到5月的租金可以延繳12個月 那這邊是我們提供給就是本市的出租國宅和社宅的 那個住戶的一個減租和延租的一個方案 那也希望就是可以協助就是這樣子的住戶在這個疫情期間 那受到疫情影響那經濟有一些困難的話 可以同這個時間可以度過一個難關 好的那個剛剛我再還是跟大家強調一下 這次是主要針對台北市的出租國宅跟社宅 那如果有相關中央紓困對象的證明文件 也就是說你的確是有引起事業給付非自願離職 然後被認定為無薪假 或者是你接受中央紓困的自營商 也就是自營作業者像導遊 還有沒有一定雇主的勞工 比如說你是投保在職業公會 那你只要取得中央的紓困證明 然後你又住在台北市的社宅跟國宅的話 我們就認定說你是符合我們減租的對象 那減租的標準是3到5月的租金先打8折 那如果你還是真的有困難的話 我們還會再讓你挽繳一年 也就是說一年後你再繳現在這個租金 那目前為止 針對這些特殊狀況的勞工朋友 我們希望他在台北市的租金 他也可以暫時做一個喘息 大概是這樣 我們主要是這次針對住宅